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18日 那好啦,我們也是等多幾天的啦 那今天呢,講一些輕鬆一點的話題 都蠻有趣喔,白宮那裡 就是清理這個特朗普總統的私人物品的時候 你看到我的封面了,就是這個雷神 而這個雷神呢,有一個鎚仔的嘛,是不是? 好啦,那跟著,清理這個特朗普總統的私人物品的時候 的確是發現了一個類似的物品 是exactly那個樣子的 是啦,那些人都是這樣說 那這個,他們就叫做川普之鎚 那不同處就是呢,他那個鎚仔上面 是印著大大的特朗普字在上面的啊 即是特朗普總統的私人物品 那沒有啦,之前特朗普總統都曾經 被這個雷電擊中三次 即是可能跟雷神有些關係啊 至少這個鎚仔似是 就不知道是不是阿Baron 他有個小子Baron Trump的嘛 那可能啊,就有這個鎚仔在那裡有空玩一下的 你不需要那麼多疑慮的玩具來的 可能是,那沒有理由說到那麼神怪 就說他的兒子,懂得玩魔法的嘛 那天骷髏頭,好似我力量啊 那這些是八卦新聞來的 那原來呢,這東西的來頭啊 都是繁奸的物品 就是有一對很熱心的夫婦 一位叫阿Clay,一位叫Terry Williams 那他們是親手做給特朗普總統的 這個鎚仔呢,用的是意大利的高級皮革 裡面那些金屬呢,是用鋁的 於是乎,第一樣東西,你沒有那麼容易腐蝕啦 第二樣東西就是,他比較上輕 一個這樣的鎚仔幾錢呢? 要3500元美金,即是接近2萬元港幣 這東西要說回2016年那時候 當時,這對夫婦就把這個禮品 就放進特朗普總統的川普大樓那裏 就是Trump Tower 就不知道特朗普總統有沒有收到 因為呀,你那些物品,你不知道的嘛 當時2016年,其實他贏這個希拉里呢 都是很問水,是逆轉性來的 而且贏了之後,你知道希拉里幾大勢力的啦 不排除會有些暗黑勢力去搞他的嘛 所以呀,其他人,送東西給他的時候呢 他都要小心一點的嘛 怎知道你裡面裝什麼呢? 但是當然啦 他可能是通過了安檢之後呀 這件事確定安全 那就可以拿來做紀念品啦 神奇在於呢 他不是放在Trump Tower那裏 而是放在白宮 也就是說 特朗普總統 真是把他支持者那些物品呢 就拿回去白宮的呀 即是沒有浪費到其他人的一番心意呀 這件事是不是很warm hearted先? 那你是被路透社那邊拍到的嘛 真是那個鎚仔 是有在白宮裡面的 最開心的當然 見到這宗新聞 就是那對夫婦啦 喂,誰知道呀 這件禮品是親手製作的呀 價值連成 雖然兩萬元又不是很貴 那另一宗我覺得呀 和那個John Sullivan都有關係的 你也可以叫做好消息的 那他會叫做好消息的 然後呢 他就看到啊 他就是一個人叫做好消息的 你也要問他 他就是關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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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愛一輪葛事件 就是一月六號的葛席呀 那沒啦 那沒啦 不公平的執法呀 就令到那個John Sullivan 可以很容易便 就保釋 不用呀 保釋金也不用呀 那被人放走了 虽然还是在软禁的途中,如果你要控告,就一定会控告全部人 其实一直有一个联邦检察官,在阿里桑那州提交了一个起诉书 起诉1月6日时候,这个MEGA,做了什么? 就是去冲击国会山庄的时候,在密谋,做一些叫做非常之恐怖的行为 就是对那些国会议员,图谋不轨,就是雷炮那些,你一定是窝虫罪犯,勾结汪洋大盗,图谋不轨,意图造犯,屈得就屈 但是你知道,那些材料不够入,亦所以,今时今日,那个检察方就撤回这个无证据指控 当日他指控的时候,不是有证据才指控的吗? 所以是骂爆头的,你有几个说法的,第一个说法就是,搞到这么大件事 所以FBI 怎么都要做事,所以当日,出现这件事情之后 他们就即时,就算没有证据也好,都已经写了个起诉书 所以,我们以前听的那些东西,可以丢掉垃圾桶 我们以前听的是什么?不是的! FBI 告得,起诉得的时候,就一定已经证据确作,一定是入到的了 这些人,就是过度幻化,用这两个字,幻化了这个美国的司法系统 现在美国的司法系统,那个C字,都是施公其案的C 就是施行魔法,骂里骂里空那些,都是司法系统来的 问题就是,谁去按键,那又说回那个川普之锤 其实就不是很吉利的,你送了个这样的取,给这个特朗普总统 贵就贵了,整两万元,不过也不是叫那些古碗,那些贵法 那些狠狠的,一幅字画,也有千多万元,但是为什么说不是很吉利呢? 就是取这家东西,理论上,就应该是代表着这个实力,抛画 但是他找女政的时候,就很轻的嘛,变成好像很软鸡那样 那当然啦,由11月3日,我们看到下去,也不是11月3日了,2016年开始 看到他今时今日,暂时来说,也看不到有什么厉害之处 因为特朗普总统,不知为什么永远都是打这个手势 当然啦,我们这些,很期盼的叫什么?一击即中的,但愿如此 又查实,我11月4日的时候,已经说了 我就一定是,无论中途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等到1月20日为止 而今时今日呢,我给他多4日复活时间,也就是我会等到1月24日 为什么呢?因为华盛顿那个紧急状态,是去到1月24日的嘛 所以我们有点耐性,至于1月24日之后,如果 拜登一个很正式的登基仪式,就已经陈埃落定了 担军总司令,就已经权力转交在他手上 那你除非告诉我,有东西比美军更多 我只是说,我会不会相信任何翻盘的可能性 你怎样?你跟我说有外星人帮忙啊? 所以都陈埃落定的啦,是不是? 那我们要做一些避险工作啦,没得搞的啦 喂?但是现在,我又见不到要放弃的原因 当然啦,1月24日之后,如果证实他的确是一个美国良耀宗的话 那当然,我是非常赞成清算他一家的 那当然啦,到时候啊,那个舆论的道向就是掌握在这个Facebook和Twitter的手上嘛 哇!他们的CEO多凶兇啊? 应该都不是CEO来的 总之就接受CNN访问的时候,就说不应该被OANN,Right Side Broadcasting 和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哇!他们嫌自己独裁都未够啊! 啊!还要独裁你那份,就是吃其他人的份额啊! 喂!老实说啦,你一个市场里面,他佔有超过30%以上的市值 你已经应该用反垄断法拆散它啦! 怎么会容许啊,有这些这样的平台所掌控的一个大面积的言论审查世界才行呢? 你讲的,他在操控可能是80%的人,啊!的那个言论表达自由的吧! 就是在这周围刷刷人家的币啊!又去删刷人家的币啊! 决定有些什么可以播,什么不可以播啊! 接着又找那些外国人去做审查工作啊! 抽名就转播! 那当然啦! 其实你已经不可以用以前那一套去想美国的了! 就是经历过,可能是已经超过20-30年的腐败啊! 你以往觉得美国是非常之有法治啊!那些这样的陈康滥调啊! 可以全部扔掉它! 就是还有人,今天在跟你说有险可守的话呢! 只有一个字可以赠给他们的而已! 就不是延结那个廉字,而是个盲字! 就是都不用怎么跟他们讲话的啦! 其实你说,可不可以一触高打一船人? 因为他讲过少少错的东西,然后就将他所有的言论落假呢? 那看一下他错得来不离谱啦! 如果在大是大非的面前,你都可以视如不见的! 那这些就叫做错得交关嘛! 那对于一个错得交关的人,你都可以不用怎么看的啦! 那说回阿里桑那州那件案子啦! 就是今时今日,你见到啦! 是那些牛头人,是那些John Sullivan,大头倒乱! 而那天,大体上来说,都是和平的嘛! 那所以,他之前那个指控很明显就是政治需要啦! 另一个说法,就可能是他和民主党那些,一早就已经夹定了剧本! 只要这件事情一发生,他又即时会递起诉书的啦! 必须知道,哪有这么快才行的! 而这些,没有证据的指控,当然就是想造成一个声势啦! 但是,今时今日,喂!大佬啊! 凡的都看到,这些人在那儿生安八糟,在那儿砌生猪肉嘛! 就是又想搞个美国猪肉华! 好了,但是呀!他们都要自圆其说的嘛! 于是乎,那个应该就没什么影响力的啦! 但是呢,不排除拜登会重新起用回他的! 就是特朗普总统之前炒了那个FBI的前局长,就叫做科米的! 他2017年的时候就被人炒的! 那在这件事的撤控之后呢,他要自圆其说的时候, 就是帮那些阿里桑拿州那些起诉人员啦!我想是! 就在这儿说啦! 欸!特朗普啊!就只不过是好像小孩子一样! 希望被人肯定的而已! 其实我们就不应该起诉他的! 以免反而就帮他吸引到外界的注意! 喂!如果是这样,你那个通俄门、通污门, 你不就是面相帮他做宣传? 所以,他一时一样的! 当时呢,当特朗普总统整天炒人的时候呢, 我都有些觉得,他好像是乱来的! 但是,事实就证明,他炒的人全部都是炒对人的! 这个是好的方面啦! 但不好的方面是什么? 他请的那些人,都是请错人! 那没办法的! 因为围绕在他身边的势力,是多么庞大才行的! 于是乎你请,也请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员! 请了回来的时候呢,说你好像mike pence那样! 还得了?是不是这么说? 那天有美国啦! 好!今天讲到这里!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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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